Hello 大家好 我是MC Joe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一个课题 婚宴需不需要彩排 那我们常常听人家说 结婚一世人一世 所以在婚前的准备功夫 很多新人都非常的严谨 而且安排妥当 在结婚当天 他们更加希望所有的事情都会尽善尽美 所以呢 我非常的鼓励婚宴是需要一处彩排的 那到底怎么样彩排 还有彩排的时候该做些什么呢 那我希望呢 给婚礼的彩排 应该安排在新娘换好衣服过后 这样子一来 新娘就可以适应 请着那件大婚纱 可以如何自然的走动 整个彩排的过程 我们是希望可以让新人站在舞台上 观看所有的来宾 让他们感受一下当下的感觉 还有那一片的风景 那你说 诶 主持人到底是不需要在彩排的时候 把等下要讲的话一一说出来 我是觉得 这个是不需要的 这样子才可以让白慧的婚礼 保持一定的新鲜感哦 希望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事 对于大家组织婚礼有非常大的帮助 加油